在娱乐圈的消息方面 刚刚揭晓的香港金像奖 当然今年最大赢家 是梁朝伟领军的一代宗师 但是偏偏在影帝这个最大奖上面 却是隐恨败北 而另外一个击败他的人是谁呢 就是激战这部电影中 演那个落魄拳王的男主角张家辉 这部电影史上也得到了十一项入围 但是唯一最后得奖的就是那位一作 但这一作也再度奠定了 张家辉在香港以及亚洲影台的地位 郑武彤2009年 他也证人这部电影 双双南瓜了香港金像奖 跟台湾的金马奖 他的这电影一生 就在于他自己的坚持跟付出 他说他这个五年以来 他几乎没有接所谓的烂片 就是希望得到一部好电影 而拍好这部作品 而这次激战正是他这次靠着九个月的健身 而最后得到了大家一致公认的最佳表现 其实他来自于一个警察世家 他第一部电影演的也是警察 他说他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 而这个工作以及他未来的发展 究竟对他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耿哥的人生发展过程当中 他最辛苦的是哪一段 他的低潮又曾经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就透过张家辉自己的说法 来认识这位香港的最新引力 雷台上的对决可以看作是一场 令人血脉喷张的肉搏之战 但电影激战里所谓的战场 可不只局限小小的一个四方块 而是一段冗长 孤疾 却不能轻言认输的拼动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张家辉无疑大获全胜 毕竟已过不惑之年的他 为了激战花了九个月 把原本偏瘦的身材 锻炼成一个标准的健美先生 这毅力绝不是一般人撑得下去 一度连指头被打断 戏照样拍 但他也并非仅靠博命取胜 五年前首唱影帝滋味的张家辉 和这次一样 对手可是梁朝伟这样硬底子演员 他赢得实至名归 只是这被肯定的一刻 让他等了整整二十年 其实我已经两滴累就在这里 那你干嘛要忍住呢 很快 我很快地拿纸巾 就啊 干嘛要忍住呢 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 我一旦是要哭的时候 挡不了的 1989年 22岁的张家辉第一部电影 壮志雄心 就有很吃重的戏份 看似心运不差 加上饰演警察训练学校的学生 对他来说根本不陌生 因为当演员前 他就是名真正的警察 走了和父亲一样的路 但张家辉小时候 其实没有父爱 母亲独自一人撑起家计 上面三个姐姐 弥补了双亲的陪伴 你知道每一次我买礼物给你的时候 我都是很 很减自己的钱 去买给你的 当时候 他说这句说话 我不是 一幕前的铁汉子 亦提到家人难掩真情 但也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苦过 让他特别能忍 当手部电影不卖座 沦为跑龙套演员时 挨打男 年假小生 竟都成了他的标志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中 中你的 那个阶段很难受 就是别人如果完全不认识你的话 也没关系 认识你也没关系 就怕就是 你是那个谁是谁 张雪友吗 到现在都还有啊 现在不会了 有啊 你一下车 张雪友来干嘛 强辈无论是张雪友 演电影 也只能当刘德华身边的小弟 请问 失智的张家辉 曾消失八个月到南非的餐厅打工 好在再回演艺圈时 渐渐让观众看到他的喜剧天分 一 二 三 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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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屋照里合 赌瞎系列电影频频频亮相 还成功塑造出画古荣 这一极具特色的一角 更和喜剧天王周星驰一起搞笑 一度被定位是新爷的接班人 我等一下 说分我要不要买的 没话 这样啊 但终究邪心当久了 突破性有限 张家辉一度聚拍同类型电影 长达五年 只为了能成功转型 而这一路上 始终支撑他的 就是他的另一半 也是香港演员的关永和 个性低调的张家辉却大方在节目上对关永和唱情歌 1992年相恋的两人 关永和一世当家花旦 却不嫌弃 还只是配角的男友 关永和甚至鼓励他 你现在这样 不代表你以后也这样 两人2003年结婚 生了一个宝贝女儿 最终没有辜负老婆的期待 2008年 证人这部电影 真让他心欲翻身 电影《证人》让张家辉不只擒拿金马 影帝级的奖项 他拿了七个 而这个伯乐就是张家辉口中最有默契的导演 林超贤 两人一路从证人合作到线人 在搭档激战 张家辉说这是一部他拍过最辛苦的电影 更苦的是在此之前 他才因为电影大追捕疯狂瘦身 仍然半年才吃下第一口白米饭 让他差点忘了那是什么滋味 这么拼命 看似要保住得来不易的影坛地位 但他却在登顶后 照样半愁搞笑 平民影帝戏路不设限 现在的张家辉热爱工作带给他的成就 也更爱家里的妻子女儿 身为影坛的绯闻绝缘体 他不拍戏就是陪家人 那长大以后很漂亮 他要说爸爸我要去演戏 我要去唱歌怎么办 这个不行 万一他说我一定要去呢 参加比赛选美 我尽量就去破坏他吧 二十多年的时光 让不是科班出身的张家辉磨成细精 他曾说 我是个演员不是明星 跑了二十年 他想对自己说声谢谢 而他的最新作品裸紧 预告片曝光 就已经让外界感受到 他企图突破的欲望 谁也无法阻止他前进的脚步 一个演员的努力 在江家辉身上 展露无遗 再辞兴訪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